尼日利亚的哈科特港 位于盛产石油的三角洲地区 这项利润丰厚的工业 并没有让很多尼日利亚人受益 贫困和犯罪率仍然很高 活动人士谴责尼日利亚当局侵犯人权 包括对在押人员实施酷刑 利杰玛住在哈科特 他是一个被称为 人权社会发展和环境基金会的主任 被人们叫做人权先生 他描述了尼日利亚警方 据称对一名被控犯有绑架罪的犯人 实施的酷刑 他被戴上手铐和脚镣 然后把他的双手和双脚捆在一起 用一根铁棍插在中间 把他吊起来 用砍刀打他的后背 利杰玛说呢 他自己也几次遭到酷刑 尼日利亚当局否认了这些支撑 150多个国家签署 1984年联合国禁止酷刑 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待遇 或处罚公约以来 已经过去了30年 但是国际特赦组织表示 尼日利亚等很多签署国 无视他们做出的承诺 国际特赦的波切涅克说 我们谈论的很多案例 都是这些国家 系统性使用酷刑的情况 因此真的是严刑背离 波切涅克说 为了解决酷刑问题 各国政府需要采取一些基本的行动 实施有效的医学调查 确保律师能够和三家人员见面 而且要立即采取措施 确保家庭成员可以接触到他们的亲人 在巴西接受国际特赦调查的80%的受访者说 他们担心如果被警方关押 就会受到酷刑折磨 尼日利亚大约有50%的受访者 担心被捕后会受到酷刑折磨 利剑马说 实施酷刑的警察 没有一个人被要求做出解释 在尼日利亚侵权而不受追究的比例很高 在一些非洲地区 这已经无法控制 国际特赦的调查显示 在中国和印度有四分之三的受访者表示 为了保护民众 有时必须要动刑 希腊的这个数字最低 只有大约十分之一的受访者认为 酷刑有时是必要的 以上是美国电视报道